历史博物馆 中美文经协会和美国新闻处主办的《中美联合话展》 一年下午三点钟在历史博物馆节目 考试院长中科医苗典采 中美文经协会理事长梁寒超 美国驻华大使马康卫 在先后在会中致辞 要为中美联合话展不但在庆祝中华民国建国60年 以及民进的美国国庆 并且促进了中美的文化交流 展出的中国画家的作品有79部 美国画家作品31部 明天开始公开展出11天 严副总统也在今天下午四点多钟 前往观赏 对这次中美演演的成功 感谢欣慰 。 ただ这次上午后